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强北二号 我是一个华强北奥克 然后 大家可能是看我视频 看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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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就是恳求是百分之百靠谱的 好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手机的话是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是有一定的故障率的 然后你就算购买了全新的苹果 全新的华为等等等 你去售后部门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去售后 像那些人 其实也是购买了一个全新的手机 然后他出现问题 也一样去售后解决 所以说大家购买二组手机的时候 一样也会可能存在 说这个机子收到存在某些问题 哪怕我这边 已经验了很仔细了 然后玩过游戏啊 然后又拆开看过里面 里面又没什么问题 它其实也是有一定概率说 这其实会出现售后的 然后这个机子出现售后的话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由于我们二组手机售出去的话 有一定的 自保周期 只要你不是啪掉地上或者 掉厕所啊 掉海里啊 等等等 只要是有问题 联系我的话都会直接 帮助大家免费处理好 因为我深知 就是电子产品是有故障率的 但是只要我们不跟得上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大家找背包客也不用去 当心这个那个 其实很多背包客都是非常实在的帮大家 搞这些机子 帮也不会花大费大大量的时间去找来找去 看一下今天套的机子啊 是清一色的苹果茶 像这个话为什么夹住了啊 我还捆起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最大容量百分之一百 这个话是换了这个新的电型 他们本身寿命的话是巴斯多 因为很多人觉得巴斯多他用不住 然后确实想换电型的话 我这边也是可以换的 我换完之后就是电池一把 然后艾斯沙漏三优鸡大侠 等等等等 都是全绿的 然后这个肯定也是全绿的 然后是电池100充电领次 像这种极品机子的话 大家要多少有多少 只改一下就可以了 只要能拿到一个圆的机子来这么改 然后把这个拿掉 像这个机子的话是圆屏 就是说 不是后压屏幕圆屏一个圆壳 看一下 这个玻璃圆玻璃圆壳 这种这个机子我拆过了 我相信 很多人看的话也是看不出来有采集痕迹的 这几次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采集痕迹 但是我确确实是拆开过 然后把它换了 变形那些的 然后灰的话也是没有少 没有少回那些 所以说很多人说 通过摸一摸 看一看 然后这个机子没有采修过 那种永远都是概率性问题 如果说你一天卖几十个 那里面绝对 你运气好的话 三十几个都是没问题 可能会有五六个是 会有里面比较乱七八糟的情况出现的 特别是 你说卖几百个里面 你说你有标准都是无差无修 看一看 然后我才有修的 那几百个里面绝对会混了很多那些的 比如说你是一手货运 一手货运一样的 一手货运来的 也有过商品 也有有价格 好 看一下 今天这机子有差 像别的型号话是比较缺的 现在都是比较缺我 特殊情况 市场比较缺我 很多机子都是找不到的 大家下单之后 为什么没有及时去把我啊 是不是我的多了 不是的 都没货 大家要远的 要好的 其实根本找不到 剩下的都是些违惑 所以说找不到的就没有办法 就接单了之后 大家确实着急 也可以直接联系 退掉 因为找不到 你找别人找不到 除非你降低要求去找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子情况是全绿 然后电池100充电零次 我们点开插漏 然后也可以看到电池100充电零次 要是全绿的 就是这个机子 宽过电信的这个机子 对吧 好